成名后的赵丽颖一直是恪守本心。 大家印象中的赵丽颖是什么样子的呢?乖乖女,还是清纯玉女,又或者是性感的代名词,毕竟男人装拍摄的照片让我们看见了银宝的另一面。 但不管怎样,首先他都是一位好演员,当然了,如果你只觉得他只是一位演员的话,那你就错了,大错特错。 他更是一个老板,海润影业中的第十四大股东,稻草雄影业的大股东,以估值1080万元的股份成为暴风科技股东。 赵丽颖还是北京炫文下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,在爱琪里首席会员推荐官,还有赵丽颖自己的工作室,这么看下来,即便是不去拍戏,每年的分红也是很可观的,毕竟里已经有六家公司了,而且都是高管的位置。 赵丽颖或许是不想这样虚度时光吧,他不但会演戏,还会唱歌,和吴亦凡合唱《想你》,和张碧晨可唱的《楚桥转片头去望》,还有他的其他歌曲《西面》,我从来不存在,有谁会明白都非常不错。 赵丽颖已经很成功了,但是他还是过得很低调,从不炫富,也从不奢华,那就有人问了,赵丽颖挣得那么多钱去哪了呢? 其实除过那几个身份,他还有一个身份,那就是,慈善家,而且是一个很大方的慈善家。 他一直都在做公益,在2018年,入选了中国慈善家的2017中国慈善名人榜的前30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